那么应大家的要求 今天我特别再做一期翻外篇 就是关于走球从我二转期 以及青少年走球 以及校园走球 以及轻训的一期普及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说这期的所有内容 都是过去我十年 实地走访报道 包括区县的走协 各大城市的走球培训机构 当然他们是业余的 包括职业队的梯队 以及预备队 他们的主教练 相关的领队 这些的实地走访 以及我的调查 同时我可以告诉大家 小七哥也是身体力行了 因为我之前说过 我爱走球 我爱中国走球 我也爱世界走球 在我们之前15年 很多球运应该知道 我们相关部门颁发了 中国走球改革的总体方案 通过之后 这个政策 我也帮很多民间的 走球俱乐部培训机构 进入到校园中 开展了很多的公益走球活动 同时帮他们 义务报道了最起码100篇 所以其中能干成哪一些事 哪一些问题在哪 我大概还是知道 这期给大家最最客观的展现 大家一定要收藏 点赞点关注 OK 说之前先给大家道个歉 因为之前上两期 我可能说的时候 激动处情绪比较嗨 然后手骨阻挡 而且不停在说 大家明白了吗 没有对大家不尊重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但是那会真的是情绪到那会 大家明白吗 完全是剧情绪 所以并不是说 我真的生气了 或者说我给大家 一直在强调 说教理解好吗 首先这一期正题开始 第一个 我们经常会听到 你身边的所有喷子会说 走球从娃娃抓起 要建立基本的设施 我们要普及轻训 然后你再问他下一句说 那怎么从娃娃抓起 轻训是怎么回事 他给你答不出 所以然 然后告诉你 反正我们就没有 这样好的走球环境 是不是 那么第二就是 我们的走球环境 不允许走球来发展 之类之类的 然后你问他所有人 他又不知道 那么在这里 我给大家最最客观的 普及两个东西 第一 关于我们所谓的 对于我们青少年 足球的支持力度 不大这个问题 我可以 晚晚先告达 过去十年 一五年 我们国家颁布了 关于中国足球改革的 总体方案 政策 这个政策 在一五年二月份通过 而且是很大很大的通过 通过了之后 重点其中提到 大力发展校园走球 同时在二零年 完成两万所 青少年走球示范学校 以及 赶到二五年 完成五万所 各大走球特色 中小学的一个名单公式 明白我表达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我们的相关部门 从上面给予的扶持力度 给到 大家看我左侧的 这个图片 新闻点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 我先告诉大家 我们的政策 在一五年一步 第二个 重磅的政策 很多球迷应该都知道 你们知道的 中学升高中 为什么把走球篮球 这几项球的 整个体育活动里面 就是体育考试都纳入到 应试考语了 应试 教育 是我们教育部 亲自颁发的 因为所有的学校 听的不是体育局 听的是教育部 明白了吗 已经从体育层面 上升到我们的 教育层面 大家可以去翻 所有的新闻 这两个是上面 给我们最大的 整个支持力度 还要怎么样 首先我先给大家 把大前提说了 第二 所谓的清训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也就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 鲁能足校 绿城足校 恒大足校 所谓的这些足校 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山东鲁能足球俱乐部 他拥有他山东鲁能 职业足球俱乐部 这是他的左边 那么山东鲁能 就是鲁能足校 是他的右边 左边相当于 职业足球俱乐部 他除了一线队的 这些球员之外 他包括他的预备队 以及他的 游15游16 游12游13 有可能的梯队 那么凡是效率于 这些梯队 以及职业球队的 这些球员来说 他们首先不用自己花钱 没有学费 明白了吗 因为他能到鲁能的 职业队的梯队里面 这些人相当于 他们都是被鲁能 这边职业俱乐部 选中的 也有可能 游12队的一个小球员 来自于鲁能足球 也有可能来自于 其他学校 鲁能看人家好 花了5万10万 把人家买来了 他是为了以后 鲁能一线队 培训 就是让他打上职业比赛 去给他培养的 然后呢 如果说这帮小朋友 没有踢出来 达不到鲁能的水準 鲁能可能 把他卖给中甲俱乐部 他也能去踢职业足球 所以到这一步 能到鲁能 踢队 预备队这些小球 至少他们接下来的 未来很有可能 就走到了 职业化的这一步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 再看一下 他右手边的 足校的这些小朋友 他就相当于 跟你今天看到的 全国比较出名的 一个民办高校 民办高中 或初中一样 他在这个学校里面 可以学习文化知识 只是说这个学校 是以足球为特长 来教学 办学的一个理念 大家懂了吧 那么意味着 如果有一个学生 在里面学了四五年 他的实力不错的话 鲁能这边 可能把他提到 鲁能相关 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去 或者说 鲁能可以把他推荐到 人家自己也可以联系 相关的 其他俱乐部的梯队 里面的职业俱乐部去 但如果说 你打了三四年 学了三四年 感觉这个玩能力不行 老师反应也一般 那你也可以去退学 退学之后 你进入到社会中 扮演自己 原来的角色就OK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继续我们说 为什么大家去选 因为人家这些走效 第一我们说历史悠久 第二就是可能说 财力设施比较OK 第三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办学的 这种交流赛 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国外啊 常年可以去 国外有三四次的 这种交流赛 第四 他们的办学理念 师资力量 这个就是基本 大家懂了吧 这是我们先把 类似于大家说的清训 先说明白 职业球队的听 清训 踢队 预备队 然后职业球队 自己所办的这些走效 这是两条路 一定要注意哦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 也就是大家说的 怎么从娃娃抓起 或者说校园走穷